拿到AED 抢救宝贵生命 寄存车司机有上过急救专业课程 在关键时刻一点都不马虎 如果再配合你所学的CPR 可以抢在黄金6分钟之前 让病患能够更有机会的存活 台北市消防局统计100到109年间 每年遇1800人 因为错过拯救时间 不幸在送院前离世 国内民间企业与车队合作 除了打造行动AED急救安全网 更开发APP让民众到临近处取得救命神器 我们希望把这个AED变成行动化的一个 一个救命的机器 最快的方式就一定是用 透过APP的方式 然后又加上搭配台湾大车队 这个APP的使用 会让AED的使用力会更高 会让民众更受益 小仪器放置在全台各地安装APP 让民众迅速取得 短时间抢救 留住宝贵生命 人间卫视蔡慧黄胜泉台北三方报道